第七百八十节 张叶的精神力量 化成数百只大手 渗入龙林里面去 只用了数十个眨眼的时间 就拿出了两小堆的龙林 这两小堆龙林 每一堆里面都有三千六百片 乃是炼制两件铠甲的材料 挑选好龙林 张叶的手掌微灰 空中多出了一堆绳索般的大金 每一条大金都透发出一种坚韧不可动摇的气息 这是龙金 龙金可以把一片片的龙林串联在一起 让龙林本身和龙林上面的符纹 连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大大提升防御力 拿出龙金 张叶立即开始动手 在挑选龙林的时候 张叶脑海之中 已经形成了两件铠甲的样子 拿一片龙林该放到哪里 张叶心中有数 张叶炼制的速度很快 短短的三天 第一件龙林铠甲就完成了 龙林铠甲完成的刹那 三千六百片龙林上面的符纹 猛然间形成了一个整体 一层浓郁的金光 骤然闪起 金光厚重 而未严 张叶把龙林铠甲穿到身上 略略地感受了一下 心底做出了评价 这件龙林铠甲 应该是一件一品灵器 距离半部法宝 还有一些距离 穿在身上 可以抵挡零到九重巅峰修炼者的实际 这防御力也算是不错了 如果时间充裕一点 我可以把龙林铠甲 炼制得更加完美 至少可以抵挡零到九重巅峰强者 十三次全力攻击 又过了两天 张叶顺利地完成了第二件龙林铠甲 这件龙林铠甲的防御力 和第一件差不多 都是一品灵器 张叶看了一眼 只见 雷龙分身 正在默默地演化着天雷伟世界 天雷伟世界 发出来的波动 演化的速度 至少也有三千六百倍 张叶随手把一件龙林铠甲 扔到雷龙分身上 然后把剩下的一件 套到了自己的身上 开始感悟起法则来 张叶相信 凭着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足够应付一切 但如果能够进阶零到九重 他的实力会更加的强大 更加不用惧怕任何人 一连二十多天 张叶都在感悟着法则 法则就是法则 张叶和法则接触的越多 就越感觉到法则之中 蕴含得无穷玄妙 和法则接触的越多 张叶对力量的理解 就越深刻 这一天 张叶明明感觉到 进阶的契机已到 体内的天和正气 咆哮运转 眼看就要冲击入 零到九重 但 出乎张叶意料的是 这一次冲击零到九重 居然又失败了 张叶退出感悟状态 细细地内视着天和正气 自言自语道 奇怪 明明到了进阶的时机 为什么又失败了呢 张叶内视着神军 一遍遍运转着天和正气 天和正气缓缓运转 发出阵阵威严的气息 这种威严的气息 大半是龙族的龙威 一小半是凤族的凤威 另外一丝 则是蒙马相族的气息 张叶一拳汇出 天和正气 猛然轰到了虚空这种 龙凤齐鸣 猛然间 一道灵光闪过心头 张叶突然间 发出了一声低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体内的天和正气 虽然可以容纳各种力量 但还是以龙凤象的力量为基础的 龙凤象都是蛮荒至尊 它们的力量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能够保持着平衡 我的天和正气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最近 我吞噬了大量的龙肉 天和正气里面 龙族的力量越来越多 已经把凤族和蒙马相族的力量压下去了 如此一来 天和正气 就再也无法保持平衡 龙族的力量几乎主宰了一切 因此 天和正气 根本就无法进阶 明白进阶失败的原因之后 张叶沉醒起来 既然龙族力量一加独大 那么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 让凤族和蒙马相族的力量 也强大起来 重新形成一个平衡 只要恢复平衡 天和正气 自然而然就可以进阶 它的修为 也可以一举 进阶到零到九重初期 但问题是 龙族的力量好着 凤族的力量 和蒙马相的力量 却不好着 张叶想到了火灵和象行天 微微摇头 这两个家伙都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火灵已经消失一段时间了 虽然感应不到危险 但也感应不到他的位置 而象行天那家伙更加夸张 自从仙和镇一别 已经整整一百多年未见 也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 火灵 身具凤族之力 象行天身具蒙马相族之力 这两个家伙 如果还在张叶身边 张叶自然可以借助着 他们的力量 让天和正气 重新恢复平衡 但 这两个家伙 也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 张叶想找他们 都无从着急 张叶沉吟了一会儿 难难地说道 蒙马相之力 我是很难找得到了 不过 我可以试着提升一下凤族之力 看看能不能让天和正气 获得一点平衡 张叶的心念一动 一片红红的梧桐叶出现 这片梧桐叶 正是凤凰用来寄托分身的那片 叶子脉络条条如河川 里面蕴含着一丝 苍老而威严的凤凰之力 张叶调动着天和正气 缓缓地把梧桐叶里面的力量 融入到天和正气之中 一天之后 梧桐叶里面的力量 全数被张叶抽走 这片梧桐叶子 瞬间就化成了粉末 随风而逝 张叶内视了一番 发现天和正气里面的凤凰之力 果然强大了不少 不过 凤凰之力还远远无法和龙力相提并论 张叶的精神力量 心念微微移动 进入到火灵界 火灵界经过这段时间的成长 不但变得更大 而且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一片片的灵药正在生机勃勃地生长 年份已经相当不错 而张叶一进来的那些梧桐树 现在已经慢慢地进阶成为了五品梧桐灵树 给火灵界带来了不少的生机和活力 在火灵界的中心 是一棵高达七百畅 叶子散发出熊熊烈火的巨树 巨树密密麻麻的叶子之中 垂下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 果实如同一颗颗小太阳 散发着无穷的光与热 这棵树正是离火梧桐树 火灵没有离开之前 它常常吐出火焰来滋哑离火梧桐树 而张叶斩杀敌人 也往往把敌人的尸体 投入到离火梧桐树之下 充当着离火梧桐树的养疗 如此一来 这颗离火梧桐长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健壮 完全恢复了一品灵树的风采 张叶的目光 落到离火梧桐树的果实之上 心中暗暗地欢喜 这离火梧桐树的果实 已经有不少的年份 蕴含着一丝凤凰之力 把这颗离火梧桐树的果实 统统吃掉 它体内的凤凰之力 肯定可以提升一个境界 离火梧桐树 乃是一品灵树 已经拥有了一丝意识 感觉到张叶一直盯着它 邓氏不满地摇动着树枝 进行抗议 张叶哈哈一笑 老家伙 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来砍你的 我这次来 只是想要取走你的果实 提升一下凤凰之力 离火梧桐树 又发出了一阵花花声 张叶引紧地把握到了 这棵灵树的意思 吓着说 你放心 我拿走了你的果实 会拿出东西来补偿的 这样吧 我进七零到九成之后 给你一千块上品火灵石 怎么样 离火梧桐树枝头轻轻摆动 显然 对这个交易很满意 一串串的梧桐灵果 脱离枝头 朝着张叶飞过来 只是几个眨眼的时间 张叶眼前的梧桐灵果 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张叶哈哈一笑 闪身而出 来到了天阶灵脉之外 开始疯狂吞噬起灵果来 一串串的梧桐灵果 落入到肚中 张叶体内的凤凰之力 在一点点地提升着 迟到一半的时候 张叶突然生出了一种感觉 他分明地感觉到 自己距离近阶 已经很近了 张叶坐着吃 整整吃了一天 这梧桐灵果的味道 说起来也算是不错的 但长时间啃食之下 张叶都几乎要吐了 终于体内的天和正气 再一次自动地运转起来 张叶明白 这是进阶灵到九重的先兆 张叶盘坐于虚空中 抛弃了一切残念 天和正气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不停地洗刷着张叶的身躯 天和正气经过十次细化之后 已经形成了数百万丝 每一丝天和正气都坚韧如天蚕丝 数百万丝天和正气组合成一道洪流 就像是天和潮水一般 永不停息地奔腾着 随着一次次地奔腾 天和正气里面的杂质被一点点地炼化 炼化杂技的同时 张叶不由自主地吞噬着天地灵气 体内的数百万丝天和正气 变得越来越粗 越来越大 亮变 最终引起了质变 数百万丝天和正气粗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一种大圆满的感觉 骤然从张叶的心底升起 紧接的时间 到了 庞大的天和正气 从丹田开始爆开 刹那间 冲击到了张叶身躯各处 张叶只感觉到 自己身躯无处不痛 以此平时根本就无法感应到的 撬穴 竟然被狂暴的天和正气 硬生生地冲击出来 然后 庞大的力量填满了各处小窍穴 无数的小窍穴 和身体各处的大窍穴 隐隐间连在一起 犹如蛮荒星空中的星辰 依照着一种玄妙的道理连在一起 张叶刹那间感觉到 自己的身躯 前所未有的强大 一种庞大的气息 猛然从身躯之上 冲天而起 零到九重 终于成了 开辟出身躯的各处小窍穴 体内的力量更加精准 更加强大 距离法则更近 对力量的理解更加深刻 这 就是零到九重 成功进阶零到九重 张叶没有立即站起来 而是继续盘坐 细细地感悟着 进阶的时候 往往就是感觉最敏锐的时候 张叶体内的翘穴齐鸣 气息冲天而起 和蛮荒星空中的星辰 隐隐应和 此刻 张叶就如同置身于蛮荒星空之中 周围都是星辰运转 他隐隐地感觉到 那种让星辰运转的伟大力量 法则变得若隐若无 触手可及 张叶对蛮荒星辰的理解 比任何人都要深刻 此时 借助着刚刚突破境界之机 他默默地感悟着星辰 感悟法则 获得的感悟 也比任何人都要多 精神力量 也在迅速地提升 三天之后 张叶感觉到越来越迟钝 最终从那种感悟状态中 退了出来 可惜 可惜了 张叶轻叹了一声 三天的感悟 让张叶对蛮荒星辰的理解 又提升了不少 张叶隐隐地感觉到 这片蛮荒星空 蕴含着极大的秘密 如果自己能够完全悟透 那么 整个蛮荒世界对自己来说 就再也没有什么秘密了 而自己的境界和力量 也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普通的修炼者 感悟意境 感悟玄傲 感悟法则 进而 掌控蛮荒世界中的力量 纵横于天下 但 张叶在感悟意境 感悟玄傲 和感悟法则的时候 直接以智慧和强大绝伦的计算力 感悟整个蛮荒星空 如果张叶真的能够 雾透蛮荒星空 他的成就将是史无前例 就连张叶自己 也不知道完全理解蛮荒星空之后 他会拥有什么力量 张叶只知道 感悟蛮荒星空 绝对是正确的 只要他坚持到底 绝对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意想不到的提升 这次感悟 除了对蛮荒星空的理解加深了之外 张叶另外一个收获 就是精神力量大幅度提升 刚才的感悟 如果再坚持五天 他的精神力量 就可以进阶到半步尊者 只是他感悟的时间 只有区区三天 明知道精神力量可以再提升 却因为时间不够 而功亏一亏 精神力量 虽然没有进阶到半步尊者 但距离半步尊者 却也是很近很近了 修炼之道 既要有勇猛精进之心 又要借其借造 徐徐进去 既然无法进去到半步尊者 那就等下一次机会好了 张叶很快沉下心 骤人 三团光球出现在张叶的灵魂之中 这是苍红剑封印在张叶灵魂深处的强者记忆 当张叶的修为突破到零到九重之后 被封印的记忆就会自动出现 张叶一年微动 一团光球立即爆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